飞行员无意投下炸弹,炸掉了日本油库。 飞行员,我真不是故意的。 俗话说有心灾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 世间的事,有时候是需要顺其自然的。 毕竟运气这种玄学的东西,还是有的。 世界第二次大战期间,1941年12月7日, 日本毫无预兆地发动了对美国的军事进攻, 突袭了重要军事港口珍珠港, 重创了在珍珠港停泊的美国舰队。 与此同时,日军对马来半岛和菲律宾也发起了进攻。 事实上,早在没动手前, 日本就知道自己无法和美国进行持久战, 但侵略野心,让他们抱有一丝期望。 希望美国在面对这样突然,惨烈的教训后, 能够和日本进行谈判, 让美国接受他们侵略中国的行为。 但这种如意算盘显然是打错了。 四天后, 日本的盟友德国对美国宣战。 美国得到了介入欧洲战事的理由。 原先美国国内反对罗斯福政府为英苏提供大量援助和军事护航的喊声消失了。 美国人决心团结一致。 打赢这场战争。 太平洋战场上, 美国等和日本进行了惨烈的大规模海战, 争夺岛屿战。 为了能够切断日本的石油供给线, 美国计划毁掉日本建立的秘密油库。 但得到的讯息, 只有日军的油库在阿流深群岛。 具体的位置一概不知。 美空军只能反复进行地毯式轰炸。 不过可能是油库位置, 确实隐秘或者其他的缘故。 日本的秘密油库, 在轮番的轰炸下, 安然无恙。 日本的石油供给依旧充足。 这一天, 飞行员再次收到了指挥部的命令。 飞往阿流深群岛进行轰炸。 众多轰炸机盘旋岛屿上方。 斯密斯也是众多行动者的一员。 他驾驶驻飞机, 往岛上使劲的投下炸弹。 操控驻飞机飞行。 斯密斯突然发现飞机的雷达系统出现了故障。 方向不见了。 他赶忙修理驻系统。 并控制飞机漫游。 飞驻飞驻就来到了日军的机场上空。 终于将雷达系统恢复了。 斯密斯找到了方向。 准备返航。 但又发现飞机上还余了一枚炸弹。 按照那时驾驶轰炸机的规定。 轰炸机不能带弹注录。 防止驻鹿发生意外。 所以斯密斯必须将这枚炸弹也用了。 不然回去是要受长官惩罚。 于是,斯密斯无意地投下了这枚剩下的炸弹。 只带炸弹注地。 就没事了。 可这一次的爆炸声却大得惊人。 地面还升起了很大的一个蘑菇云。 到处都是火海。 原来, 日本的这个秘密游库, 就建在机场的假飞机下面。 本来有目的的轰炸。 是不会对这里打击的。 但斯密斯无意地投下的炸弹, 正好奇迹地落到了游库上。 炸毁了日本的秘密游库。 斯密斯这回是立了大功。 事后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问他如何发现游库, 并且摧毁他的。 斯密斯只是笑笑。 对记者说, 我真不是故意的。 帮助明确目的去做一件很难办成的事。 我们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不抱有过高的期待。 或许这能够达到更好的结果。